唐詩詠在農曆新年期間出去拜年 日前他就去到爆起正家裡拜年 之後他還在社交平台上上載合照 而合照裡面除了有車遠遠、黃君興等人之外 還出現了楊明 不過照片上載之後 即時出現了大量有楊明暗Follow的留言 而為了轉移楊明不了 唐詩詠今天就上載和車遠遠仔仔合照 並在限時動態寫下 禪修的重點就是要放下你對禪修的所有期待 但是其實楊明已經不是第一次 雷同事被網民取消追蹤 去年湯樂文在社交平台上載機場特警NG片段時 令影片獲得過千負評之餘 湯樂文社交平台的追蹤人數亦都急降